大家好,歡迎收看 PlayHK,我是阿俊 繼續經營我的動物園 上集我們就建了這個Bucket狼的園區 很多網友都給我一些意見,想我去改善這個園區 首先就是這裡的風扇很密密麻麻 現在我已經砍掉了風扇 也有50多把 接著把它沉低一點 應該就已經看不到 我發覺會有點爆炸 糟了,是不是機器真的開始頂不住 不過我們調整完之後就要給時間溫暖 因為它很蠢,當我們移動的風扇 它就會花多一點時間,讓它重新降低氣溫 現在雪地就正常了,可能因為我剛才調整了風扇的關係 所以令到它有爛圖的Buck出現 有網友就說想我把入口做得像山洞一點 當然我也有這樣的打算 另外就是這個屋頂,我會用石頭封掉它,讓它更加像山洞 接著就是斜台太斜,看看我能不能弄到它一級級的畫 我們試一試 我就選用這個雪岩 看看是不是真的可以把它做到一級級 好了,現在我們做到一級級了 接著讓我時間回復,再看看狼 看看它可以行動的範圍 Oh no 弄這麼高它們是跳不到的 經過我調整之後我發現 其實這樣鋪它們是爬不到的 其實都不是很高,我以前養狗 自己一樣新高的石頭它真的跳得到很正常 沉一半,一半高度看看它能不能走到 我做過測試,如果真的要它一級級走 因為這些級是要超貼 才可以令到它們活動得到 就是說如果要升到這麼高的話 這條路需要很長,所以我還是不鋪石頭 這樣做的話太難搞 接著我就想用雪岩去砌這個玻璃桶的頂 玻璃頂的位置就這樣鋪了,之後延伸一個旋風過來 接著圍牆的位置就要再鋪多一些雪岩 凸出來的就收回去 接著這裡我們再用其他的石頭來收拾它 通道頂暫時這樣,接著我們捐回來 如果遊客進來就是這樣 之後就鋪一些燈,現在才看到它有這麼多陰影 在這裡看的時候就好像進入了一個山洞 其實我覺得是洞中有洞 看回它們是可以進入到裡面 但是就不知道為什麼說這個位置它們可以走得到 究竟它們可以怎樣上去呢,我都很懷疑 可能它們可以在這些位置跳過去也不行 但是這個暫時我們可以不用深救它 好,暫時把這幅圍牆弄到它變成透明 接著就可以用一些巨大的雪岩來砌圍牆 這邊圍牆我先鋪到這樣,接著就要看看究竟會不會走路 真的出事 這個位置這樣可能 不是,它為什麼可以走得下來呢 但是它又說這個位置會走得掉 我們把圍欄拿出一點點 接著這個位置可能距離它們可以走的位置太近了 所以會跳到過來 它們跳到過來就很糟糕 讓它們跳不到就可以了 這樣的話我看它怎麼走,馬上沒問題了 這邊圍牆我就用一些扁平的石頭鋪著 先試著 門口我就用一塊大石做個頂部 不過就要調校一下,讓它不要壓得太低 一扎鬼爛我的門框怎麼辦 兩邊牆壁才用這隻 可能用這隻也可以 門框的兩邊就這樣 感覺都已經融入雪岩 我想這個圍牆應該都可以,不用怎樣撿 這個位置為什麼要用這麼薄?因為我怕用大塊石頭 狼可以走過來,如果跳出去就麻煩了 還有睡覺的地方應該都很足夠,大家看看那個很尷尬 但是為什麼這裡好像有點問題,為什麼不夠冷 不知道是不是有漏洞 不過不要緊,反正我這裡是山洞 我就會用這隻特大型的箭料,鋪滿這個可以睡覺的地方 看看外面,沒有穿崩,沒有走出來的 到時候我們的遊客一進來就知道這個位置是讓狼睡覺 多些狼在這裡睡更開心 也不會完全黑暗,因為也有太陽可以照進來 以為這樣的話我想做一些特別的改造 先拆掉這一塊 拆掉這一塊 這一塊也拆掉它 中間有點光了 當然如果我這樣做的話,下雨也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我就會放一塊玻璃 用這隻現代玻璃屋頂,我們就拆掉四塊 將它融在岩石裡面 原本有洞的位置就再用其他岩石補回它 太陽走過的時候會照的位置都不同,好像這樣看會比較特別 室內的地方我就不遮蓋它 總之就是逼狼,下雨就麻煩回到斗道 雖然是遠了一點,真是很壞 然後我想在他們活動的地方放幾塊岩石 因為不知道為什麼說到狼,我覺得他們一定會站在岩石上面 蠔叫,所以我要弄一塊 可以讓他們爬上去玩的地方 如果他真的站上來叫我也蠻開心的 這樣吧 不過如果他要避雨,可能這個也會避到 還有看看他們能不能走上來 好,他可以走上來 先把遮蓋處 這麼小,你避不到雨了吧 做個七七八八,還有我看到自養員餵食準備 準備 哇,有大餐石 當然馬上跳過來了 但是肉的賣相一般 正問你吃的是什麼肉 我想我們要改善一下火食才行 對了,過來吃東西吧 是不是很好吃呢 這些是上等A5和牛 在北極沒有機會吃到A5的空運 看看北極狼的食物豐富化有什麼 這隻皮立塔擺明就是斑馬 北極狼怎麼會吃到在非洲的生物 不過算吧,我們照樣放 一隻就15 其實15應該不夠,因為還要再養幾隻 食物豐富化就不怕他們會吃驗 放多幾個就對了 玩具豐富化措施他會說 凍冰冰還要淋水 玩什麼 真的,氣味袋放這裡太大支 放一個小小的 遠看 不覺得有些東西在這裡 他們就有機會上來玩 完全看下去就好像站在尖竿的位置 好,就這樣說 接著咬的玩具 這個東西像被兩隻搶著來咬的 玩具可以放在這裡 休息區都可以玩這些東西 大雪球好不好 不要啦,因為周圍都白色 我想放一些有顏色的東西 放一個大的球給他們 現在豐富化就已經100% 接著就種植物給他 立刻就找 先看東西 多撲幾下就好 對了 你推一下就不玩 哪有這麼快就悶 上來了 上來了 對嗎 他真的在這裡很嬌 我們這樣看 他是不是有一種站在山頭蠔的感覺 要看它 還在這裡很嬌 還在這裡叫,很棒 總之我剛才應該干停它截圖 算了 一定有機會再引到它上來 看還有什麼植物可以種 我就想種一大棵 應該要有些綠色 有些是黃金金,這樣就會比較好看 好了,植物種到這樣,讓大家在這裡玩一看 戶外環境感覺就不會太白,因為太白看得很辛苦 讓我們爬上去的桌子種了一些羅盤花 其實我很想這些是石頭 如果這些是石頭,我們造景的時候可以更加靚 就不用顧慮植物會不會太多 入口這裡為了弄到它再像山洞 所以我就要再鋪幾個岩石 奇怪,為什麼現在用了雪地之後 整天都有爛圖,之前沒有這些問題 接著我要放一些燈的裝飾 這個通道如果沒有燈其實都很暗 雖然都很暗,但我覺得有些燈光已經可以了 因為太光,你會塗著外面的狼 天花板的燈我就想隔梭一點 好,現在鋪完燈之後看下去就是這樣 都不錯吧 教學解說牌,我就想把它放在一些不太阻礙視線的地方 這個位置就不會太阻礙,因為放在這邊睡覺 現在我就一共放了四個教學解說牌 全部都是在一些不太阻礙遊客視線的地方 好,通道裡面的設施我就已經放好了,讓大家看看 有捐褲箱,捐褲箱很方便,是對到正 我放的豐腐化設施 玩具也是,這個位置就會看到 有垃圾桶,又有閉路電視 不怕人們會這樣扔垃圾 好了,再撿了一點點外觀 我覺得這個園區就已經完成了 接下來我就想再買幾隻不結狼回來 以為這隻金牌,500分抵買 買完這次城,暫時看到最漂亮是這幾隻 我們新買的兩隻不結狼都已經送到來了 希望它喜歡我們這裡的環境 然後就是剛才說研究已經完成 去到三級了 應該可以改善一下火食,看看 先給它一些品質異的吃著 福利不足 好,溫度範圍有問題 誰叫你愚蠢蠢在這裡淋水淋這麼久 傻的,你看看 你這樣喪淋,那當然會冷 我覺得這個設施整理又要讓它玩 但經常都出問題 可不可以不要這樣降溫 麻煩你走 你走開去,臨到凍,就要投訴 哪有這麼笨 又有一隻上來了 如果它會叫就非常好 我們近一點 你玩完了嗎 可不可以 我等它在這裡叫,其實這邊這邊這邊是不是玩球 又沒有反應了 真的要多養一些狼在這裡 如果太少的話,我們看消很多東西 但我又沒有買到一些新的狼 打完了嗎 還是剛才在這裡玩? 兩下而已 上來吧 你上去才叫吧,我在等你截圖 它只是這樣而已 真是可惡 剛剛的行為應該交配了 太好了,終於算到首領出來 因為剛剛他們打了很多次 沒錯,已經懷孕了 究竟是哪隻懷孕? 這隻很快 兩個月就可以生了 既然可以生了,我們繼續追蹤它 其實狼群很有趣 這隻是首領 整個狼群裡面只有牠會懷孕 其他都不會 所以希望牠跟著那一鬥可以生多幾隻 其實看牠的樣子真的很像薯鵝 應該是時候生產 因為現在已經是八月尾 即將生產 幸好被我盯著 因為剛才聽到一些音樂 是生產前的音樂 應該是生產 生產 大懶腰就出生了 來了來了,快點看看 狼BB 超過人 兩隻 沒有了 這隻胎又生了兩隻 希望牠們可以生多些 而且已經是金牌了 這隻非常好 這隻 六十六九十一 差一點,不過也不錯 繼續看看 我自己真的很喜歡狗 其實狼和狗真的差不多 在外型上 反正大家的祖師是一樣 你看牠幾個人 我覺得這裡一定吸引到很多人 特別當牠們在玩的時候 後面那隻是不是想玩玩具 但我暫時未見過BB 就想玩玩具 這隻很矮 反而後面那隻比較活躍 你學一下牠好不好 魔人 reporters 那隻小狼狼 humano 你也都很美味 一件有食物你就可以學 看來這隻座牠也會生得太胖 你們可以學一下 看來牠也會生得太胖 一共有五個小知識 第一個就是北極狼比其他種類狼體型更大更健壯 所以他們才可以在這麼嚴酷的生長環境中存活下來 第二個就是北極狼剛剛出生的時候眼睛是藍色 大約四至八個星期大的時候就會轉為橙色或者黃色 不過有少數個體會維持藍色到成年 為什麼這隻眼睛會轉色這麼有趣 第三個就是北極狼很少跟人類接觸,所以不怕人類 而且他多數會用一個好奇的心態去接近人類 因為他不知道人吃不吃得對,所以就會好奇 第四個就是北極狼可以忍受最多虛刀攝氏零下53度的低溫 我真的想像不到究竟攝氏零下53度是怎樣 最後就是北極狼的數量會隨著裂物 在繁殖櫃是不是可以成功繁殖而有所波動 其實這件事很正常,你不夠食物還怎樣生呢 這一集我們就先玩到這裡 這個北極狼的圓區就已經起好了 還生了兩隻狼寶寶出來 下集再看看養什麼 喜歡的朋友記得按讚和分享給朋友一起看 我們下集再見,謝謝,拜拜 拜拜 拜拜 愛玩個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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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